各位夥伴大家好 我們又回到了錄影時間 今天是4月4號下午 下午 不是21點 我現在是 不是21點 我把它說掉好了 不然大家會誤會 現在是 奇怪為什麼我這個電腦會跟人家不一樣 那個 台北時間 現在是台北時間 它是寫4月4號晚上6點 不是啊 那我怎麼會跑那麼多 BIOS沒有跑掉嗎 好 現在是下午 下午 我看一下我手錶 下午1點26分 所以它跑了8小時 奇怪了 現在 現在下午13點 好 好 設定 好 這邊就變成13了 那為什麼奇怪它為什麼會跑掉 它應該是 我都有接網路啊 接網路它應該會自動跑那個才對 好 OK 好 先這樣子 好 來 我們接下來看到的是 我們接下來看到的是 三至三的地方 這次考試的 我們會考到第三章完 那禮拜二的 禮拜二的時候呢 我會第一節課先 複習一下三至三的觀念 因為太重要太重要了 好 然後呢接下來 我們會到後面去看 我們會到後面去看 就是一些重要的東西 然後在兩節課給大家考試 好 我們看到那個 configuration configuration 我不曉得怎麼翻譯 就是 結構組成 或者什麼的 那這個配置可能是它 電腦用語 好 那一樣這個是沒有版權的 開放式教科書 我們學習目標 理解絕對構型 那個掌性中心 開掌中心的含義 並畫一字透視圖 以及廢學投影式 OK 再來 將了解DLRS 敘述 包括給一個 指定一個東西 你把它畫出來 DL 就像我重複很多次的 我們現在常見到的 單糖 Glucose 是D-FORM的 常見到的 amino acid 是L-FORM的 這個定義怎麼來的 我們來看 再來 了解光學活性 作為手性分子的物理特徵 以及影響它的因素 正式有機化物之間的立體化學 包括那個 對應體 非對應體 我比較喜歡光學一購物 我把光學一購物 還有非對應體 內銷選的 好 What is a configuration 暫時指說 分子空間排列成為 分子的 永久幾何結構成為構型 立體 立體 液構物對相同原子組成 有相同的建 但不同的形式 例如說 順丁錫二酸 順丁錫 對 順丁錫跟反丁錫 是不同的構型 如圖3.1.1 我們前面有看過了 好再來 representing a configuration 呈現 我會翻譯成呈現 這樣子的配置或結構 首先呢 會將單一原子表示 是構型 SP的 不是雜化啦 這雜化是大陸用詞 SP的混成軌域 只有線性分子 例如 那個 氫化氫 Cyanide 海中菌 Cyanide 或者這些東西呢 全部 都是一個線性的 一個 SP2的 Hybridization 它本身是一個平面三角 這個要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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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同一個平面上 有三個鼻尺層60度的 7個馬件 並且 有 一個 一個拍棒 一個拍棒 跟一個它結合在一起 例如像甲醛 甲醛 Formadehyde 它就是 SP2的間結 再來 這是甲醛的分子 這是甲醛分子 再來 那個SP3的混成軌域呢 是四面體 四面體叫Tetra Hedro Tetrahedro 這個字 可背 可不背 就是四面體 集四個Sigma間 作為109度左右 109.5度 兩個V在 漩渦處 彼此垂直 例如甲腕 甲腕長這個樣子 好 那個 四面體結構的是一種幾何立體結構 常經由廢血或廢血投影式 將在下一節反應 來 我們這邊來快速看一下 這邊 啊 沒關係 我看好了 好 我們現在走好了 不然會講不完好 來這邊 那個Perspective Drawing透視圖 好 由於四面體結合形狀是彼此垂直的V 因此將一個V放在螢幕前面的話 中間以石線相連 另外一個V 以石心的線型 我們講三角線型 代表從螢幕伸出觀察者 而閃線就是這種虛線的是超出螢幕遠離觀察者 好 那在這邊的話 我們來看喔 我們一般來看的時候 中間這個碳是一個分子 上面是一個甲基 旁邊是一個乙基 這時候因為它的線畫成一線一線 我們視為是平行的 好 接下來先看到虛線 虛線呢代表說它是跟我們這個平面之後呢 遠離觀察者 我們可以把它視為穿透電腦螢幕往後跑 那這邊有個三角形 我們叫蟹形 好蟹形 它是立起來 然後靠著我們觀察者的眼睛過來看 那這個也是喔 這個兩個東西 其實你的化學結構 單件什麼東西 完全都一模一樣 但是這兩個東西 你無法把它重疊在一起 無法重疊在一起 那後來找到一個規則 這個規則我先提到 把大家講破 就是一個碳有四隻手 四隻手接不一樣的東西的時候 它就是Kairo Center 它就含有不對稱碳 它本身就會有光學易購物 好我舉個例子喔 這個碳的話 三隻手接青 三隻手一樣 不用講 這個碳四隻手 接甲基 接乙基 接綠 接青 都接完了 所以不用講 它本身 四個都不一樣 它會有光學易購物 剛好它光學易購物 或我們講靜香易購物 就在它的對面 就這個人 就這個人 好 雖然這是一組的 那光學易購物 絕大多數的化學屬性是一樣的 因為他們的形式是一樣的 但是對生物而言的話 光學易購物的話 生物無法接受 是跟不是之間 你明明就不是左手邊的分子 雖然外表看起來非常的像 你明明就不是 我不需要去理會你 甚至 另外一個對我 對我人體可能是有毒的 可能是有毒的 那也因為這樣子衍生出來 後面很多生化上的理論 生化上的理論 好再來 掰掰 如果需要呈現兩個或多個 綠跟碳的配置的話 通常會在螢幕向上或向下的V 畫成一個鋸齒狀 如下面這一個 這個東西的話 那個禮拜二上課考試前 我會拿我的東西給你們看 你們就會知道我在講什麼 這樣這邊碳碳碳碳 這邊是一根鍵細細的粗細一字 你就想像它立起來之後 這邊的綠是靠我們 這邊的青是離開我們 好這個我禮拜一跟這個禮拜二拿給各位看 各位就會知道 那這樣這邊就是二綠釘一丸的結構 好再來 對於股價公式不顯示碳跟青的時候長這個樣子 不顯示青 那也是畫起來說 其實這個東西 跟這個東西 它可能就是光學衣購物 會是光學衣購物 好再來 好再來這個東西 這東西的概念很簡單 但不容易理解 很簡單不容易理解 來這邊 我上次上課有拿著我在實驗桌上的那個三角錐給大家看 就是Fissure projection 叫做廢雪投影式 這邊的投影 projection 不是預測啦 我們這邊翻譯成投影 Fissure應該是 應該是德國科學家 Fissure projection 將這個東西表示成十字鍵的結構的二D分子 也就是說 它竟然是一個立體圖對不對 立體圖你眼睛看過去的時候 記得CD是擺水平的 CD是擺水平的 好來 那這個時候呢 眼睛看到的就是這樣子 CD CD跟D的話是朝著自己過來的 水平朝自己 所以那一天是不是 那個 好來這邊是不是有個帥哥手勢對不對 來我們看這個 來 像那個 現在你們年輕人可能還好啦 假設像有一個 像這個有一個 這感覺像女生 帥哥手勢有沒有發現 他的兩隻 母指跟食指是朝著自己 朝著自己的時候 這個很好記 水平朝自己 上下遠離我 好 水平朝自己 也就是說 我看比較早一個 我記得好像有一個 那個 我再找幾年前的資料好了 這邊好像沒有那個 那沒有關係 找帥哥手勢 來來來來 這個是這種老明星 你們沒有感覺 這個老明星 對我們阿元這一輩的人 是影響力很大的 的明星 這邊沒有 OK就這樣子 也就是說 你會看到說 他眼睛看過去的時候 C跟D是水平的 然後靠近自己 好比是阿元示範手勢 帥哥手勢 比著自己的下巴一樣 好 然後呢 上下是遠離自己 A 你們看到 這邊寫寫的 遠離他 B 遠離他 好 那這個東西再把它簡化之後呢 會變成下面這一個 一個十字甲 所以 未來你們會讀到這個地方的時候呢 你會很痛苦 因為 你想像不到 你再來找我 我再畫圖給你看 我在畫圖給你看 好來 那在這個地方呢 你會看到說 透過下列 已經畫 那個 繪製 那個 廢血投影室 觀察中心 使得中心向 水平漸延伸 遠離的時候 是在垂直 再一次喔 一個 一個東西是 sp3詭譽的時候呢 他四隻手 四隻手 會 一般會不一樣 他說他寫ABCD 把 水平的 水平的擺好 水平的靠自己 同時找 我禮拜一給各位看 同時找 水平擺 找自己 上下呢 AB是遠離自己 所以AB在這邊 AB在這邊 好 那這樣子做完之後呢 你就會知道說 他畫完就是ABCD這一個 ABCD這一個 好 再來 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塊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塊 看一下這一塊 好 OK 到這邊就 講完這邊就先告個段落 切斷一個錄影 好 這邊 下面二綠釘丸的兩種構型 跟廢血投影室 好 這邊有一個 他說二綠釘丸對不對 對 一二三四 這邊有四個碳 其中呢 我們把關鍵點放在這個地方 為什麼是他呢 因為他四隻手都不一樣 這邊另外兩個碳的話 一個碳接兩個青 一個接碳接三個青 其中就兩隻三隻手是一樣的 不用多說 他沒有機會 這個東西如果要看的時候呢 一般會把碳鏈由上往下抓 由上往下抓 那你會問一個問題喔 江老師問一個問題喔 這個兩個碳 這一個碳 誰擺上誰擺下 誰擺上誰擺下 一般而言的話 以碳鏈命名的時候 一號碳在最上面 我這邊可以命名一號碳嗎 可以 但是你一號碳的時候呢 跑到這邊來 兩個碳對不對 編號二 編號三 綠的時候再編號三 但是你從上面數下來的時候呢 編號一 編號二 有一個綠 IUPAC的命名原則 就是讓數字最小 讓它數字最小 因此呢 會這個情況之下 顧慮到綠這個取代機 會把下面 對不起 會把椅機放下面 所以編號一號 二號 三號 四號 好 那這個情況之下呢 你就知道說 你已經拉成一直線 拉成一直線的同時是 由上往下 號碼編號最小的在上面 此時它一定是 垂直線一定是遠離我們 A遠離 B遠離 好 那這個遠離狀態之下呢 你就想像一下 你就想像一下 從這邊 遠離我們 這時候眼睛只能從這邊看 眼睛從這邊看過來 眼睛看過來的時候呢 你看到這個綠 看到這個綠 它在右手邊 我們現在回到我們電腦螢幕的視角 我們來看這個綠是什麼 我們來看這個綠是靠近我們 我們把頭轉移到 轉移到我箭頭這邊來 轉移到我鼠標 從這邊看過來 看過去的時候 這個綠在右手邊 這個青在左手邊 這個綠在右手邊 這個青在左手邊 這個很難懂我知道 但是你週二的時候我到現場 我把東西拿出來做一次 你們就會知道 你們就會知道 好再來 當需要透過飛雪投影式的時候 連續多個的時候呢 他們就會抓成垂直 抓成垂直 例如說它旋轉180度 形成半構完現象 然後對觀察感興趣的時的水平 上下繪製就像這樣子 也就是說 它比較接近真實的情況 會是連續的 一、二、三、四 四個碳 四個碳的時候 它有全 它有 這個Aldehyde Aldehyde為優先 所以它編號 一、二、三、四 編號一、二、三、四 我們先這樣子 它會故意把它扭轉180度 事實上 它扭轉之後呢 非常憋角 而且不自然 但是為了這個飛雪投影式 每一個 被觀察的 都會轉90度 來這裡 也就是說它會換成90度的時候 它 舉個例子 好了 這個是Aldehyde 碳編號最小 放一號 二號 三號 四號 接下來呢 我們就知道說 你一次看一顆喔 一次看一顆的時候 看到這個二號碳的時候 你會知道說 這個氫是在你的右手邊 而且往你這邊靠過來 這個OH在左手邊 往我們這邊靠過來 這個碳上面的這個Aldehyde group的話 是遠離你 下面這一大串是遠離你 OK囉 這個很不好記 但是呢 像這個圖其實很好玩喔 就是這樣子 一個 一個 它這個圖是這個圖 眼睛從這邊看過來 眼睛從這邊看過來的時候呢 OH在右手邊 OH在右手邊 H在左手邊 H在左手邊 到了下面這個5號碳跟3號碳的時候呢 遠離我的氫在這邊 看過去 氫在這裡 這地方在哪裡呢 這地方在 左手邊 左手邊 OK 就是因為這樣子喔 那這邊的話 我禮拜二的第一結構 我會再負期是這個 因為這個非常難懂 但是看完之後呢 以後你會比較輕鬆 會比較輕鬆 OK 來我們先暫停一下 這邊把影片告個段落 我們再往下走